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美牛啊,這個有瘦肉精的美牛 那麼這個台灣要開放,我看是來勢洶洶 那麼開這個專家會議 反對的包括林杰良醫師並沒有受邀 那是不是這個議員堂是不是要背書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雖然全世界有一百六十公都在禁 台灣過去也禁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要開放 那麼除此之外 這個養豬協會說 接下來他們要發動一萬人以上的抗爭 我相信養豬協會的養豬戶 我不相信每一票都是投給蔡英文的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投給馬總統的 想不到投給他以後竟然要上台北抗議 那麼也不只是抗議而已 那麼這個養豬協會還說 總統在long stay的時候 還說這個瘦肉精絕對不能開放 想不到他們現在被騙了 抗爭還來得及嗎 被騙了又怎麼樣呢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中華火火鍋 老實講我覺得這個是真是世界之詞 那麼花壇一任的鄉長 現在竟然要補選第三次 前兩任都是會選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標語叫做 到底是要選幾百 可憐了 台灣真的可憐 買票一定會贏 可是對台灣來說最大 全世界我認為都是看笑話 所以今天我們也要來討論 那麼馬總統關心 馬丘這個案子 他早上特別打電話給警政署的署長 要求一定要查明 然後要法辦 馬總統 他說因為很怕警察那個錄影帶 沒有公布失去人民的信賴 馬總統美牛案 你怎麼不怕失去人民的信賴呢 一個錄影帶你親自打電話給警政署長 那翁崎南案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不打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想法 什麼樣的心態 那麼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五位是《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郭榮兄你好 我好 台灣 好 另外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也是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莊瑞雄 莊議員 莊議員你好 我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東福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鐘連晃 您好 鳳姨 高美鳳親 大家好 另外呢是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胡漢君 胡老師 花老師你好 鳳姨好 大家好 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 何博文 博文 您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那麼這個林杰良 也覺得啊 為什麼不邀他 莫非 莫非這裡面啊 其實都找贊成的學者 來 我們來看VCR 上午十點一到 專家學者齊聚農委會 美牛跨部會小組首次開會 不過受邀名單多數是公開 不反對受弱金學者 如圈大砲反彈的醫師林杰良 引發一言堂之一 一些像學感染的 感染科的醫師 去參與 我覺得好奇怪 可能有一個趨勢就是 對這種問題他比較出贊成的意見 所有的專家我們都歡迎 也並不是誰喜歡 誰不喜歡 林杰良之一 政府找學者背書 兩小時會議 初步達成共識 專家學者試圖為瘦肉精解套 一般犯程的瘦肉精 這些東西啊 跟飼料添加物的克萊多巴胺 把它混為一盤 所以變得非常的困窑 用專有名詞取代瘦肉精 意思說會談中沒有具體結論 不過卻傳出 未來含有瘦肉精美牛進口 打算比照香菸模式打上景欲 這樣添加物 到底是它的那個 有害或者無害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後面採取對策 沒有 不應該先做結論 這一頭農委會召開跨部會小組 積極討論 另一頭同一時間 立法院也召開公盯會 不過專家對瘦肉精存有疑慮 把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資訊 都完整公開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不要關起門來做事 它不是很風險 就算馬政府向全民打預防針 但專家依舊提出質疑 美牛真的安全無疑嗎 民眾心中還是憂心忡忡 好 那麼今天針對美牛 有跨部會的小組會議 今天首度召開 召集人是行政院農委會的主委 陳寶基 陳寶基會後公布了三項結論 他說萊克多巴胺 也就是我們講的培林 跟比較毒的瘦肉精要分開討論 他說目前沒有實用中毒的案例 目前沒有實用中毒的案例 是因為沒有人去研究 所以你不知道 沒有人研究以前就可以開放了 對啊 所以陳寶基我覺得 他是動物系的教授 叫你講 他可以看到很多的 比我們更專業的學術期刊 或是學術論文 上禮拜 整整天自由時報不是有人投書嗎 說自由時報寫了說 去年十月一個國際權威的受益者 最大型的灰狗做研究 今天他有一個結論 對啊 所以難道這個東西陳寶基沒有看過嗎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 今天不曉得是哪一個蛋頭學者提的意 因為沒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蛋頭 說把瘦肉精證明為萊克多巴胺 這樣比較好討論 好像就是說一個傢伙 台狼棒會 強肝殺林 無惡不作 要改名 改造一個牧師的名字 這個人就變好人了 不是 萊克多巴胺是不是瘦肉精的一種 是 我們也同意瘦肉精有很多種 萊克多巴胺是其中一種 但是我們現在其他的瘦肉精 我們沒有要開放 我們現在要開放的 就是俗稱為培林的這個東西 那你有什麼好分開的 我們討論就討論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嚴重到什麼程度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東西大概在台灣沒有幾個人看過 這一家Eleco藥廠 就是做培林的 就叫做萊克多巴胺 這個是他萊克多巴胺包裝外面貼的警告 其中畫紅框框這個地方 我把它放大 大家注意看 第二點 Not for human use 人類不能用 對 他總共警告事項有九點 第二點就是 Not for human use 為什麼要加警告 本來沒有這張你知道嗎 對 不然有什麼要加 就是因為 這是生產培林的廠商 就Eleco公司 這個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有什麼要加 因為美國的農業部發覺說 開放蘇養培林一後 有什麼越來越多低 歹腳的不怕路 甚至統計到去年底 有21萬株資 被懷疑是因為使用培林而死亡 所以 美國農業部跟這個FDA 食品藥物管理局 就要求這家公司 說 你一定要在你的包裝上面加上這個警語 好 高行裡面 有幾項跟人類有關 你知道嗎 不適合人類使用 還有一個是 心血管疾病者請特別注意 避免接觸萊克多巴胺 心血管疾病者 對 他有特別點出來 還有 不要讓兒童接觸 這點最注意 他說你是敲培林的時候 因為跟市場敲作會 要穿著防護的衣服 帶防滲漏的手套 護目鏡 還有口罩 有這麼嚴重喔 對 現在是在敲特片嗎 不是說對人體無害嗎 那為什麼要加這麼多警語 你告訴我 那顯然 美國政府也認為說 這個東西對人類可能是不好的 只是沒有去做深入的追蹤 所以到現在我們沒有案例 有些人可能出現類似的症狀 比如說手腳發抖 心臟不舒服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培林 對 因為我們沒有研究 所以你不能因為一個沒有研究的事情 你就說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原廠的使用事項裡面 他特別寫Worrying 注意事項 要告訴你這些事 而且 警告不能用在人體用 對 這不是讓動物用的嗎 因為你敢不拿動物吃的 油要拿人來吃 不會嘛 我們正常人不會做這種事情 那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給動物吃的東西 要特別警告說 人類不能使用 那是不是證明說 這個東西對人類是有可能 會有造成影響 只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我覺得 農委會跟衛生署 你不可以眼睛閉著 當作什麼都沒看到 又想搞漁民政策 說這個沒問題 到目前為止沒有案例 人類有多少事情是不知道的 但是事後證明 他是有問題 像 不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前就可以開放 對啊 你再說一下 DDT我們小時候都在用 DDT現在可以嗎 不行 那個時候 學者是不是跟我們說 DDT沒有問題 不會對人類造成傷害 對環境沒有影響 那為什麼後來禁用 因為科學進步證明說 他是不對的 培林現在好 開放之後 搞不好過三年五年之後 很不幸 有人證明說 啊 這個對人類有影響 到時候再來禁 會有嗎 是 黃毅你剛剛問那個問題 我認為是農委會 我們是在生態改善給全國裡面 聽說你當初是怎麼去禁瘦肉精 沒有你想要證明說 沒有人吃瘦肉精 會發生重度 當然沒有人 你拿出證明說 有多少人把瘦肉精拿出來吃 是吃到瘦肉精的食物 食物 這些肉 會發生什麼影響 這麼多的專家已經證明 剛才在研究了 你農委會 沒有要說明 當年禁的原因 不是什麼原因 你怕你能把全國說 當初農委會那批人 飯堂 船班 黑白色黑白金 還有我們的養豬婦損失 瘦肉變少 都不會豬肉 沒有不會散肉 我們不可以這麼想 不說他們的理由 你現在突然說 美國有肉會盪的 台灣 過去這些都不盪的 你買一個標準怎麼這麼多 但是我認為 他是要疑假的 找理由 我都在軟膨膨 軟到什麼理由 都可以找出來 剛才我告訴你 改一個名字 就讓我想到其他事情 觀眾你聽話 有道理沒有道理 過期 台北市政府 常常在比賽 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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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怎麼搖子 台北市政府怎麼做 所有的捷運 公車牌 四大夜市 四年才拿起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最大的空間 那個理由長說 不可以 我們才不得安寧 你市政府 一同名的比賽 搖子 大家全國 你們都知道 搖子 搖子 大家要去 一天把他拿起來 改做什麼路 這樣 這就是鴻鳥心臺 英俄道靈 你為了 說不要讓人過來 把那個牌拿起來 人就不知道 搖子 沒有了 有這種心態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官員 就是說名字改了 沒有人知道 說搖子 沒有人知道 你那時候比賽 拿起來是比賽 那時候比賽 我們就說 現在政府就是這樣做法 瘦肉精一樣 給你改一個名字 我不是瘦肉精 農委會 召開這所謂的 什麼叫做 跨部會技術諮詢小組 這個會議 我是百分之百反對 應該是調查局出來開 不太對 為什麼 叫徐老師說 應該是調查局出來開這個會 不太對 怎麼農委會開這個會 做什麼 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說的 會不會過 今天開這個 開這個 說 聽說 我們有最多 到時候 大家在問 我們程序都做完 找一些人 八十五年而已 我認為 今天到這個地步 今天開這個會 到這個地步 就說 因為反對的 反對的 已經沒有在裡面 他現在就是說 我們這一段 跟你說 大家都說 都好的 村的一定人 村的反對的 那個意見 不算意見 那沒效的 這什麼 這就是說 要跟你比 比利器 比誰的軍頭部更大 我認為 這個會今天開了 就是 準備政治抗爭 誰的軍頭部 會比他大 現在就來看 我不認為說 這個 完全沒有拼的機會 我們說 除非立法院 他不經過立法院修法 他要運行 那那個時候 就走街頭 那不然立法院要修法 在立法院 既就還可以拼很久 是 我覺得農委會應該發個新聞稿 說 你們錯了啦 今天來開會 都是支持瘦肉精 反對的 我們都派調查局 調查員去問過了 意見都有收集 沒有什麼 延堂 喜歡支持瘦肉精 來我們農委會開會 不喜歡 不用勞動他們 派調查局的調查員去 昨天 我昨天才說 我在吃飯的時候 遇到一個 很有名的公衛教授 他這樣講 因為我不太清楚 他願命曝光這個事 所以我就不講他的名字 他直接跟我講 他調查局的調查員 來跟他談瘦肉精的事 美牛的事 結果昨天高雄的 陳醫師 陳醫師 他說他也有 這是系統性的 怎樣 喜歡的 支持的 就放到開會 好像一副專家都支持 那不支持 派調查局的調查員幹嘛 騷擾啊 還收集資訊啊 為什麼農委會 你自己不派人去 調查局哪知道這個事啊 這是調查局的業務範圍嗎 查這個事情嗎 洪議我覺得 這個事情 不只是要比拳頭 不只是要硬幹 他甚至還讓 不支持的聲音怎樣 沒辦法出來喔 洪議我意思是說 你在國會多數嘛 馬英九你也連任啊 你要全台灣人吃瘦肉精 大家認了 能怎樣 你又沒辦法推翻他 他連任啊 可是你至少要讓不同聲音出來啊 這個聲音都不讓他出來 什麼意思 派調查局的調查員 去問這些專家學者 是什麼意思啊 馬總統你出來講清楚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連 那個什麼 Makio那個錄影帶 沒有出來 馬英九都要打電話 那我想請問 調查局的調查員 到處亂跑 到處去騷擾這些 反對美牛 反對瘦肉精的專家學者 那這是什麼意思啊 那時候騷擾蔡英文可以 全台灣沒有反應 我還高票當選 以後調查局 什麼事都可以做嘛 我認為 這是台灣最嚴重的地方 你要硬幹 你做做做做做看 看你要付出政治代價 可是不同聲音 你不能壓制他啊 林潔良可不是只是專家學者而已 他在很多節目 很多重要事情 大眾都會諮詢他的意見 他是大眾信賴的耶 你把這種人趕在外面 我覺得喔 這個政府很奇怪耶 是 瘦肉精這個事情啊 剛剛連環我覺得 拿的那一張太重要了 連生產的廠商 可不可以再秀一次 來 人不能使用 這一家就是生產的廠商 這個叫培林 9 caution 9個注意事項 這個紅框框就是9個注意事項 這個是把它放大 這一條 陡大的字 not for human use 人類不能用 人類不能用 而且他前面第一項 其實還顯到 這個培林就是萊克多巴胺 可能會造成豬隻的受傷 所以他在哺乳 懷孕期間的豬 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怎麼會說對動物完全沒有傷害呢 是 生產的廠商都告訴你啦 好 不能用在人類 但是現在 這個馬政府竟然以前是禁的 全世界有160個國家是禁的 但是馬英九現在硬要餵給台灣人 你有同意嗎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